28House的日子, 每天樓市 平常, 28House找楼app, 贊助課窗 事業这么大件事, 找帮忙? 28House才帮到你 集合全港小、中、大楼盘 一按开app, 楼盘靓相, 价钱, 面积, 赤价 和最近成交价, 通通轻松提到 立即下转28House 买楼中屋, 一按就有 汇丰上个星期五宣布加息 其他银行一度观望 度过了一个平静的星期一之后 星期二中银就说会更加 不同的大小银行也都一于不再等下去了 恒生、渣打、花旗和东亚 齐齐上条封顶息率 加幅是0.5厘 和汇丰看齐 意味着各大银行的按揭尾班车 也都准备开出 例如恒生就由P-2.25厘 上条去到P-1.75厘 实际按息是4.125厘 二手物业的调整 将会由下个星期一开始 一手住宅就去到下个月初才生效 有意赶车的准买家就要计清楚 负担能力 在限期之前交表 准买家加快入市步伐 二手业主有机会放出单位 也都开始让步 单日就录得多宗劈价和涉让成交 大型屋苑半身盘齐齐下市低位 天水维郊湖山庄 尺价8至头 有成为新常态的迹象 丽湖居一座一个低层G室 属于遗产物业 实用547尺开积三房 在6月份以560万放售 去到最近将叫价降到485万 获得接合之后 即时再减5万元 以480万转手 成交赤价8700多元 就算不是遗产物业 翠湖居四座一个中层两房 实用449尺 有不错的装修 也都由500万 反复减价到400万成交 实用赤价都不用9000元 同样是向低位进发的 还有荃湾六阳新村 私座一个中层山景三房 实用582尺 早在去年5月 就叫价790万放盘 期间多次主动减价 不过减幅不大 去到上个月叫价730万 在日前获得买家接合 再减多50万 以680万成交 实用赤价11600多元 属于近年的低水平 早前已创过一房二手 新低价的半新盘樽 现在轮到两房破底 来自中层的A8室 楼市减败现时有再多一把声音 前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接受星岛日报访问时 楼市对整体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形容当楼市不断下跌手头上的资产贬值 市民的心理感觉一定很差 因为这样都不肯出街消费 建议为豪宅市场减败 因为一般市民很少能够负担3000万或以上的单位 所以都不会怕影响普通市民买楼自住 他亦都建议进一步下调首置人士的印花税 例如500万或以下的单位只需要付100元的税 除了是前司长唐英年 亦都是西九文化区董事局的主席 他早前亦都曾经透露过 希望会出售西九的靓地 由原本只是租不卖 改为分阶段卖断部分住宅业权 而应付营运支出 已经向政府提交建议 验证等候回复 日新的临海地段招标 市场当然是非常关注 不过他最新就对传媒强调 不会在市道低迷的时候 出售区内的住宅业权 形容是找自己笨 亦都会浪费优质地皮 不尊重西九管理局 社会和市民过不了自己的关 无新地皮推出 发展商亦都无放慢手脚 密密补充土地储备 继新地和新世界 就新界地皮保地价之后 行地亦都在游进涨 在无竞争对手下 以底价6亿9千7百万 成功统一大角组到177 到191号 一列旧楼的业权 预料将会成为 新一期利澳科项目 新入手的地盘面积 有近9千尺 可以建到总楼面 大概8万尺的住宅 发展商透露 会连同隔离的 大角组道173 到199号 合并发展 主打上车盘 最快2至3年后 便会推出市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